习近平出访沙特的目的 要将沙特国防解放军化 在中东推行石油人民币和数字人民币 还将在中东输出导弹 核武器和生化武器 彻底将美国势力赶出中东 在中东版图中 土耳其传统筹美 伊拉克完全被中共收买 伊朗叙利亚紧跟共产党 以色列阿曼亲美但不得罪中共 阿联酋军事上跟随美国 经济上跟中共做生意 现在沙特超过50%的国防 已经换成中共装备 接下来朝鲜沙特东风15 东风41导弹系统很快量产 其他中东国家装备东风导弹系统 甚至核武器和生化武器 如果习近平沙特之形务的达成 中东一多半国家就会宣布 使用石油人民币和数字人民币 那伊朗沙特伊拉克 就会紧紧联系在一起 中共的势力范围将涵盖 整个太平洋和印度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